後來為什麼改名叫蔣衛水紀念公園 他是有原因的蔣衛水是何喜人物 你知道嗎蔣衛水出生以來 那他的特色是什麼 他在我們台灣歷史上 作為一個台灣人他應該很值得 在我們的硬幣上面有他的圖像 有沒有人注意過 你沒有注意過 你看這是你兒子嗎 還是你的誰 幾塊你說 這沒有反面 這是那個 這是媽媽還是太太 太太太 他看起來好年輕啊 這男生看起來很年輕啊 我自意之以為是 我兒子啊 好啦 你要知道你知道 他為什麼不告訴你 他因為他在外面很受歡迎 所以怕你吃醋 第一個 第一個 他是我們的十塊錢硬幣上面有他的圖像 你知道嗎 你就趕快拿十塊給他嘛 然後說的很奇怪 我們十塊錢的那個硬幣的像啊 都姓蔣 蔣中正 蔣經國 蔣衛省 他還另外 我們有一條高速公路 以他的名字命名 有沒有 還有你看 臺北的公園 以他的名字命名 還有他的銅牆 塑在這裡 這個人活得 有沒有覺得很夠啦 蔣衛水 他憑什麼 可以有這麼多的疏辱 他原來是宜蘭 市公所的一個什麼 一個公有 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在那個時候你知道 宜蘭市還是一個化外之地 所以你知道 每一年我們台北一市學校 會有一個保送名額給一個宜蘭人 那他在那個市公所 進水樓台怎麼樣 當然他有他的優點 他就來念 然後他確實也是夠資格來念 成績也很好 然後他念完了以後 還回宜蘭去服務 以前是要你的 那服務完了以後 他已經不是宜蘭 他的腦袋 宜蘭已經沒有辦法容納他了 所以他就怎麼樣 要發展他的理想最好的地方 譬如說現在在台灣 你要發展你的理想 是在台北比較好 還是要在高雄比較好 那你們自己可以想 他就知道台北 那台北要什麼地方 最熱鬧的地方 最熱鬧的地方在哪裡 在大島城 所以現在 嚴明北路 有一個義美門事部 就是以前他的大安醫院 那他在這個地方呢 他為台灣的民主運動 做出了一個非武裝抗日的活動 他甚至怎麼樣 後來被抓到 被抓進去 那個時候的北屬官 那當然當時不是法律 是有一個警察 就可以激流 他就有這個權利 那說實在的 他有今天 因為他是悲劇英雄也有關係 一個人 享盡榮華富貴 死掉 如果沒有做好事 死掉是不可能名垂千古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講為誰 我年輕的時代 我年輕的時代 是多年輕 二三十歲 那個時候呢 台灣有什麼活動 時候有嫌疾 嫌疾就有造勢活動 那造勢活動就會怎麼樣 有證件發表 那每一次的證件發表 人家都是人山人海 所有黨外的人 他們上台 都把蔣衛水奉為什麼 台灣人的孫中山